各位乡亲大家好 欢迎你与我一同来关心南投的大小事 为活化现有土地及提升资产效益 县长林明曾在财政处等相关局处主管陪同下 前往草屯镇及南投市会刊现有土地 包含草屯自来水厂后方农业区土地 草屯镇第二公墓 禅文化园区 草屯镇中山里旁的工友停车场等 期望透过开发经营或活化使用 增加县库收入 为了活化现有土地及提升资产运用效益 县长林明曾在财政处等相关局处主管陪同下 首先来到草屯自来水厂后农业区土地勘查 该区土地公有三笔 面积为1425平 林县长请财政处与自来水厂下谈 了解自来水厂是否有意愿购买该区土地 若无意愿将财土地标售方式 出售这三笔土地 而针对草屯镇第二公墓之土地 面积为63070平 林县长要求明镇处将上位千丈的墓位 安置在旁边的完善堂 以立位来规划使用及开发改地 带动草屯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另外完成千丈的土地 可以由县府相关单位先进行绿美化作业 林县长表示 县内有许多公有地都具有利用价值 闲置未使用太可惜 因此邀请县府相关单位会看各用地 并研理如何活化各土地增加辛苦的收入 今天会同财政处和县政府有关单位 就针对我们县政府公有土地 要如何来活化使用 做好几个地点的勘察 这些土地都非常有利用的价值 现在闲置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就了解之后 就一个案子来研讨分析 看以后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让人能够来充实 那些献亏收入 解决我们现在目前财政的危机 所以今天看了 这些用地都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土地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来把它做活化使用 随后前往草屯中山里活动中心旁的停车场勘查 该区所区段征收土地 面积为1086平 临县长期许 规划成多目标使用的商场 将顶楼或地下室划定为停车场 增加盖地使用的空间 另外 位于南投市文化路上的公务处安全器材堆放场 面积有1086平 该地平坦宽敞 带公务处将土地商的器材搬离 可供建造物色 再将房屋卖出增加县府的财政收入 临县长上任以来秉持创新超越的精神 并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带领县府各区处推动建设及活化现有闲置土地 希望透过开发经营或活化使用 解决县府的财政困难